We used to have each other's playlists No no Used to be each other's best friends Yeah Now we got separate pathways But your heart's still in mind 我現在要準備要出發去機場了 我快要遲到啦 Hello 大家 我現在在桃園機場後機當中 距離我的登機時間還有大概兩個多小時 對 所以 嗯 不要讓這時間斜槓人程開個期望 這段時間就先剪片了 I had to get out of time I had to get out of time I had to get out of time I sat at the same old The same old Cutting the circles When they go It's hard when I keep close Hi 現在呢 就是到達福岡機場 準備前往多多 然後呢就買一張這樣的票 搭的是他們的巴士 然後今天呢 意外的 出來的時候超順 我覺得可能真的是早班級 一切就是都有提早 就蠻順利的 很快速的就通關 然後也沒有等太久 然後因為我們的住宿的地方 是要到 下午三點才可以check in 所以我們先去博多的行李機場 先放我們的行李床 然後再開始 今天的行程 那就反正這樣 到福岡後的第一件事呢 就是先來領JR Pass 今天這樣應該還不算多 就是假日的時候 那些應該會更可怕 但是現在看起來是還好 我們趕快把它領一領 我們現在呢 放好行李了 然後 我們要去吃 我們第一餐 第一餐呢 我們要吃的是 在福岡很有名的水炊雞料理 然後又到一間 叫做中州的水炊雞 OK 謝謝 今天呢 我們吃的這一間店呢 可是我是在網路上面吃它的 就是它身家 然後上台也不錯 然後今天吃的一個是 雞肉至少不懂辦法 還有一個就是 重點水炊雞料理 然後呢 現在要來吃吃看 它有就是分層次的釋法 然後它這一樣是味噌 哇沙比跟蔥花 它的原味是純雞湯 就是完全沒有什麼調味 然後是用蔬菜 還有雞肉真的燉出來的味道 所以不到味精 雞肉超大塊 而且看起來都是五穀雞肉 這個呢 是它剛好跟我說是味噌 然後是用來蒸在白飯上面搭配雞肉 這應該是蘿蔔泥 然後是蔥花 裡面還有一個是 這個 應該就是它剛剛長的胡椒柚子醋 就是你喝完全口味之後 你可以把它加進去 嗯 它加了胡椒柚子之後 好好喝喔 而且它的層次變更多 我覺得它有一個酸酸甜甜的味道 雞肉是很軟Q之餘 就是它是有一點嚼勁 然後反正它調味道就是超多 就是它這邊有1 2 3 4 5 6 7 那它檯面上大概有7種調味料吧 就是你們可以就是根據 就是自己的口味喜好 然後就是搭配 但是它剛剛這樣好好吃喔 整個雞肉的味道提升 然後我看到一個很台式的東西 就是 貢丸 它旁邊還多附一杯這個 這個是圓湯 就是雞濃湯 所以如果你不夠的話就是 我該把它加進去 就是一個可以絮湯的概念 我們吃完了 其實我想像中華好吃蠻多的 然後我覺得很健康 就是如果你不調味的話 其實它吃起來是蠻健康很不油膩 我真的覺得日本人真的是 雞料理真的是做的蠻好 然後我很推他們家的辣椒醬 它辣椒醬真的超好吃 這間我覺得可以來耶 均價的話我覺得一個人大概就300多 400塊台幣 看你吃的餐的等級這樣 接下來呢我們要去神社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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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抽了一張錢 它雖然上面寫的是小雞 可是我跟你講我看完之後我傻眼 因為運勢 它說有驚險 開始或許有危險 往好處想會改善 願望有錯誤難以實現 身體健康方面它寫病重要注意養生 這張真的是小雞嗎?今天很糟糕啊 不管怎樣 希望今年是一切順利 現在呢在大豪公園 跟我們市區的今天的那個神社參拜之旅結束 節田神社比我想像中的漂亮很多耶 現在來到這個大豪公園 也是在福岡這邊蠻有名的一個 算是經典吧 因為我們現在要去一間咖啡廳 因為我原本查的地方好像不在這附近 所以我臨時查了一間 然後這一間咖啡廳去的過程會傳過這個公園 好啦那我們等一下咖啡廳見 意外發現的櫻花樹 運氣超好的 因為其實現在這個時間點 是不是中了吧 日本的櫻花已經基本上都要寫了 而且 今年的花季開得比較早 往年大家都習慣三四月來看 但今年就是開得比較早 三月底來看的人 很多都沒有看到櫻花 我們現在居然在福岡看到櫻花 剛好就從那個大豪公園旁邊走出來 然後上來這邊 看到它有一個那個牡丹小藥園 然後我們走上來居然發現了超大多的 超美的櫻花樹 意外的禮物 超開心的 特別是拿鐵 你看它超黑 超級黑 好特別的味道 可是它也是比較攪拌一下 我們把它攪拌開 我覺得它超特別的是 它上來的時候 它的奶跟它下面的咖啡是分層的 應該是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 去決定要不要把它攪拌開 冰美食 然後我們現在有三個間咖啡店 叫做咖啡餅 咖啡美餅 然後好像也是一間蠻有名的咖啡店 如果說你今天直接走 我剛剛試去大巴士過來 大概15分鐘之後才能不能到 這間店呢 它好像有名 近50年的歷史 然後它的招牌就是 手窮咖啡 因為我在台灣 比較少喝手窗 剛剛看他們店的冰塊 其實有那個小哥 你知道他那邊弄那個冰塊的比例 我覺得超特別的 欸它美食不夠 它美食完全不夠 可是它濃度是夠的 他們家的咖啡有一個特點 它微韻是很順的 然後很濃郁 就是那個咖啡的口香 會從微韻衝突 我覺得蠻特別的 瞬間醒了 不然今天真的好喝 因為我們從昨天晚上12點到現在 然後我們還有點一個就是它的招牌 超有份量 很像鳳梨酥的那個皮 就是水果 放蛋糕 然後裡面我剛剛看菜單 他說它是用七雄實力的果乾下去做的 欸我覺得很好吃 它很扎實 它雖然就是切下去很 切下去滿硬 但它吃起來是 扎實且鬆軟 然後它不會酸啊酸啊的 它吃得滿分量 我覺得很不錯 如果你喜歡手中咖啡 這間很推薦 天啊 我三年沒有來日本 他們現在的Lawson居然有賣便當 他們現在的便當 看起來也太好吃了吧 豬排蛋沙拉三明吃 在Lawson買了一個 辣味炸雞 每次來都會買 一份是230塊日幣 其實是不便宜欸 因為它將近是台灣一塊雞排的價錢 但是它超級小塊 它可能是雞排的一半嗎 很嫩 就超級多隻 不便宜啊 但久久可以買一下 你現在晚餐來吃一間就是 在博多車站裡面的 然後好像在當地買一個交過新型的辣麵 聽說很多進來都要派對 然後我們現在晚上大概 日本時間時間多進來 然後剛好有威脂 所以我們大家來吃看看 今天晚上住這間飯店呢 它是全自住式入住的 下午3點之後就可以check in 就是你訂好之後呢 他們會把密碼所的密碼 發到你的手機上面 然後你就拿那一組密碼 來這邊的門口輸入 你就可以進來了 進來之後然後再 根據你預訂的資訊 然後在門口 還有一台很像iPad的東西 然後我們就在裡面 輸入一些資料 我們就可以拿到房卡 打擾了 其實蠻大的耶 所以以日本來說 獨立的客廳 它有一個好像消毒水的味道 餐桌在這邊 我覺得很棒耶 打開有一個超大的衣櫃 還有副衣架 房間的部分呢 它就是兩大雙人床 它其實可以四個人來住 然後它這邊其實有做一個推門 它就等於是這樣子 就把那個空間劃分出來 所以就互相不會影響到 我覺得這一點也是非常棒 後人次還有陽台 而且這陽台超大的 我覺得有兩瓶嗎 而且它的夜景 我覺得其實還不錯 有了這一個落地窗之後呢 就是你平常可以通風 採光也很不錯 雖然我說我們可能白天都不會載 但是就是它給你一走進來的感覺 我覺得就是非常非常的加分 有些家具 就像刀叉或者是檯面 就是使用久了 難免會有使用痕跡 我覺得這個就 以這個價位來說 我覺得你不要太苛求它 畢竟它不是一個精裝房 但是整體來說 它其實該有的都有 然後整體的機能也很不錯 直接在房子裡面就有 電水壺 微波爐跟冰箱 這冰箱其實 尺寸也還不小喔 我之前去韓國住的 大概就只有這個吧 就到這裡 這樣子一半而已 然後這邊還有就是 水槽 而且裡面還有就是 吸碗金 幾乎八分滿 IH爐可以開火 然後它這邊也有附抽油煙機 廁所的部分 這邊有一個小小旋關 兩個28吋行李 直接完整攤開是OK的 然後這邊就是浴室 這邊它是做乾濕分離的 這裡面是直接做一個門耶 哇賽 這個很OK耶 這個空間很可以耶 雖然說這個浴缸 還是沒有辦法讓 就是我推大隻 可是它這個獨立空間 我覺得很OK 之前我來日本說 基本上是像這樣子 就是沐浴的空間 我一個人在裡面轉身 都有點困難 但是它這個是完全OK 重點是它這裡還有附 洗衣機 然後上面一樣有備品耶 我剛剛還在想說 它附洗衣機的話 我自己還要晚上去買備品 可是它這裡就有附耶 然後吹風機 浴巾 很讚耶這一間 然後呢它其實這樣子設計 我覺得它有一個好處就是 大家不會彼此干擾 我覺得這個設計真的是超棒 Room tour完之後呢 我們這一次做的這間民宿 它其實蠻偏AMBnb 但其實我們是在補品上面定的 因為它其實評價 我覺得沒有算很多 然後有看到幾張圖示 到現場的時候我覺得 跟照片本身沒有差太多 但可能拍照的那個人技術蠻差的 因為拍的時候 我覺得看起來就是還好 可是我現在本人到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它的地板跟它的家具 都算是蠻新的耶 整體也還算蠻明亮的 我覺得是蠻OK的 有意外到 就大家應該最關心的價錢就是 但因為我們不是連假來 所以我們大概這樣子的話 平日一個人大概 一個晚上三千塊有找 真的比大部分的飯店來的都還要十回 因為所有的飯店 我之前去看就是 一個晚上大概要三千多四千的那些飯店 你只能訂它最便宜的 然後它最便宜的就是 那宅到不行 就是你行李箱完全沒有辦法彈開 可是這個空間超大 就是如果說之後還會來福岡的話 我真的會願意再訂一次的那種 單純以房間的空間來說 當然就是如果說你飯店有附一些 額外的服務設施啊 這些當然就是沒有考慮在這裡面啦 但是單純以房型 還有就是空間跟住起來的舒適度 我覺得這裡真的是大勝很推 早安 每次來日本真的就是都超級早起來 不管去哪一個縣市都一樣 今天呢我們有一個安排是要去游戶院 等一下到的時候再跟你們分享感想 現在時間是 七點子這門 人超多 強烈的建議大家 如果要去游戶院的話 真的要前提前進行 然後給你們看看現在大的列車 它位置跟位置之間其實還蠻寬的 它做的是特級列車 特級列車的話就內部就是很富 看起來超級罪惡的男友 我現在到游戶院了 欸這裡真的超美 完全就是一個世外桃園的感覺 這裡真的就是非常的田園 就是很日本田園鄉村的感覺 它有一些房子其實它就是現代 然後又混一些就是江戶時期 然後又有歐洲文化交集 蠻樸出的一個地方 這裡呢就是也是溫泉之鄉之一這樣子 這邊還有一個很有名的地方 叫做精靈湖 我們等一下會試情況再決定要不要去啦 因為這次主要還是想說放鬆的走走 那這條介紹上面有大概集結了50家店家 包括吃的咖啡廳啊 然後餐廳 伴手禮店等等 其實如果你有安排在這邊的話 我覺得可以安排半天的行程在這邊 因為其實我們光坐車過來 就差不多要快3個小時 然後再來一回這樣子 如果我來的話 我覺得建議提早 預定期坐位的列車 這樣會比較保險 直接被這個燈吸引 我其實家裡很想放這種燈 恰吉風 超美的 這間店全部都是做這樣子 是木啊跟藤邊 走了大概半小時 剛好路過一間店 然後這間店呢很特別 他的商事就是專門買紅薯的甜點料理 所以我點了一個這個 所以我直接被他的看棒吸引 看起來他甜點料超厲害 然後我點了一個焦糖紅薯 超大耶 這真的吃下去超飽 然後上面真的就是 紅薯 焦糖 然後超級紅 欸你看 直接下面是 有看到嗎 上面是 杜雷 然後下面是超綿密的紅薯 欸好好吃喔 欸這真的 第一吃耶 他的紅薯本身是那種 有點像冰心紅薯 但是他的冰心是 冰的沙沙 他不是硬的 下面就是非常的軟嫩 然後上面是那個布雷 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到 他其實他有放一層就是 奶油 所以他大概有三個口感 他有一層奶油 其實他的紅薯本身甜度就有進口 然後他再加到上面 中間的焦糖 跟中間的就是 這個奶油 所以他整個味道就是 層次很豐富 平常沒有在吃甜的人來說的話 你會覺得他真的偏甜 可是 如果你很愛甜點的話 你會覺得甜的超好吃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 蠻愛吃甜點的 只是因為我沒空 他很像在吃冰淇淋 他是連皮的這種紅薯 但是你吃起來完全不會覺得很奇怪 然後我們還有點一個就是這個 其實他下面這邊就是布丁 然後上面是那個 藩薯泥做的 有點像萌布朗的那種感覺 中間加一點奶油 然後下面布丁 然後你看他的布丁 本身真的是做的沒有氣口 非常的扎實 上面那兩層奶油 再加那個 地瓜的那一層 太濃厚了 他下面的布丁 反而就是 淺淺的帶出一種 雞蛋的那種香味 我覺得也是好吃 可是如果你想像中的布丁 是那種 可以有很有嚼勁 很軟Q的那種 他不是 因為他的布丁 完全全做不到 他的存在感 耐味超重 然後我覺得這個布丁 怕吃地瓜的人 也可以點 因為他的地瓜味其實沒有很明顯 我覺得他都很好吃 但是我個人是很喜歡這個 現在站可以來 然後他其實 店面門是蠻小的 他只有三個座位 主要大家都是外帶 這個宮崎駿的童話村 這還超漂亮的耶 就是整個很夢幻 超級夢幻 我超愛龍貓的 而且音樂就是非常的熟悉 就是宮崎駿的很療癒的音樂 是神秉少女 這超美的耶 我的天啊 我們現在在精靈湖 這個湖呢 他就是以 就是被游布院的三人環繞住而得名 然後再來就是 他的水質很清澈 他有一個很特別的特殊點 就是他的湖水有混入了溫泉水 我不知道是溫度還是什麼 清澈 他會煙霧繞繞 很多人就說彷彿仙境 很夢幻啦這樣 因此呢 在游布院是一個蠻有名的景點 那其實他這個環湖 我們剛剛走了一圈 其實如果你整個這樣從這邊走過來也是蠻遠 就可以看 根據你的行程 看你要不要把它排進去 比較推薦的時間就是晴天 還有就是清澈 好天氣的清澈 我們現在呢 就是來到了一些專門門 靠團子的店 但 因為天氣間 我們今天來的時候 就有點久 所以我們今天就沒有點團 然後我們反而點了他的抹茶冰品一份 會有三塊的就是抹茶絕餅 然後跟一球的抹茶冰淇淋 搭配紅豆 然後他的紅豆就是超綿密的 就是你用燒米挖 他挖起來是一次挖起來一整齒 因為他是偏甜的紅豆 所以他就跟那個不太甜的抹茶搭一起 味道或是感到好的 他的抹茶冰淇淋 不甜 非常的抹 然後他 我不知道是冰的原因 還是他們都是故意的 就是他裡面吃起來會有一點 冰塊的那種比較粗的顆粒感 但我覺得也還不錯吃啊 因為我個人我不喜歡吃 就是很軟很軟的冰淇淋 但紅豆我可能就還好 因為本身就不是一個愛紅豆的 所以 但就是因為天氣很熱 然後我們就能夠可以在這邊消失一下這樣子 他整間店的風格就是比較便宜 那種浴室的吃茶 我覺得蠻舒服的 然後店裡面也不會說很少 因為他其實兩人桌蠻大的 他是一個長幫型的過程 然後後面隔一道 所以就是很難 我覺得很愜意 他有點像是台灣的餡餅 點餐之後呢 他會煎台上面再加熱的 大家想這樣 然後我們買了一個番茄起司口味 然後還有買一個豬肉高麗菜 好好吃喔 他是期間限定 很像義式料理 番茄起司的味道 很濃郁 洋蔥的味道 超級香耶 就是真的料放很 外皮其實我覺得 因為包子的外皮 他不像煎餅 他不是脆 沒有煎餅那麼油 另外一個是這個 他是裡面是酸菜 然後還有菜脯 然後還有豬肉 豬肉是那種滷肉 味道也是偏重 這兩個相比的話我覺得 番茄起司超好吃的 番茄起司超好吃的 好 晚餐時間 然後我們先來吃的是 湖港很有名的牛腸 大家看到這一份呢 就是滿滿的韭菜菜 下面就是牛肉跟高麗菜 一些配料 這樣吃兩次分 全部的小菜是湖港很有名的 林太子 剛剛那座山就變這樣 現在超級香的韭菜味 裡面其實還有高麗菜 剛剛要幫我們上了就是豆 所以我們剛剛去看他還有 這個醬料是可以選的 這個是柚子胡椒 紅色是韓式辣椒 再來是 哇沙比包 這個是肥腸 看看他們的柚子胡椒醬 看起來好像很厲害 嗯 嗯 嗯 很嫩Q耶 喔 味噌 味噌 這個湯超好吃 它的湯很像 壽喜燒湯 感激感激 但它甜度沒有很高 然後又帶一點就是 酸酸酸的味道 不是那種就很明顯的酸 但是它辣味很高的味道 就變超好 然後點的套看就是 是2500多日幣 然後就是 含了一份就是牛腸 小菜 然後還有就是麵吃到飽醬 其實這樣子呢 兩個人加起來的分量是三人份 所以如果你們要來吃的話 自己再可能列一下就是那個 人的份量 如果說你本身吃的很少的話 其實想試試看 那就點它的個人套餐就好 只是它的個人套餐 就沒有主食 它是這種 有點像台灣油麵 那就不太厲害了 今天很有趣 今天很討厭 就是 你更喜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